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LA材质 郑德伦 现在就让我们用生命的角度来谈天说地 聊美国 王室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郑德伦 那么今天是2021年的1月26号 礼拜二早上的10点 欢迎来到我们的德伦学院房产周报 那么这个礼拜呢 我要讲的这个标题是 0元买房可能吗 那么后面接着一句叫什么 叫成败接债贷款的AB约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AB约 我再重复一次标题 就是 0元买房可能吗 成败接债贷款AB约 那么在讲这个标题之前 我先插播一下 这个礼拜的一个比较重磅的消息 那么 我昨天呢 刚跟这个美国的几个大银行 这个高管去开会 那么针对原本政府 在帮忙 这些没有办法支付房贷的屋主 所提出来的这个叫forbearance policy 就是说不付房贷 那么也不用被驱逐 也不用被拍卖 这个policy呢 从去年2020年的3月开始执行之后呢 原本预计半年 后来因为疫情还是没有结束 我们就延到一年 也就是到了2021年的3月份 但是我昨天跟银行开完会之后呢 他们说现在确定了 政府将要把这样的一个forbearance policy呢 延到2021年的9月 那么 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将对未来的房地产 产生一个重磅型的 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是好还是快 我们会留在下一集节目去讲 那么今天呢 我们先把节目回到今天的主题 你愿意买房可能吗 成败接债贷款AVNOT 那么第一大点 我首先要讲的是 什么是AVNOT A跟B 那么AVNOT 我们如果更简单一点来讲 就是第一送为贷款 跟第二送为贷款 在上一波 2008年 美国的房地产风暴之前 事实上AVNOT 是一个非常普遍存在的现象 那么 假设 某家银行 你要买房子 买100万 那么某家银行呢 第一送为投款 ANOT 借你80万 那么 BNOT 就是第二送为贷款 你可以跟同一家银行借 你也可以跟别家银行借 还可以借一个20万 那么所以呢 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基本上 你用ANOT 80万 BNOT 20万 基本上 你就等于没有投款 这就是所谓的AVNOT的概念 那么 AVNOT 用到极致 那么买房子 基本上 你就是不用投款 对吧 那么我们倒知道 这个policy 这样的一个放款 的方丁概念 从2001年开始 到08年呢 造成 许多人用这样的模式 去过度的炒作 房子 即便 他的能力不足 因为房子在高速快速的上涨 所以呢 大家基本上呢 就是过度的Leverage 杠杠他的财务 就零投款 用AVNOT 把房子买下来 所以那时候呢 很多的银行 包括甚至大银行 都有在做这样的一种 带款模式 但自从2008年 美国房地产 风暴产生之后呢 有鉴于 风暴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过度消费 就是创造一个 所谓的假需求 那么之后呢 AVNOT基本上是 销声逆势 在传统的银行业 所以现在如果你去 这个大银行 威尔斯拉古 City Bank Chess 或者其他知名的大银行 包括银行体系 基本上 AVNOT 你可以说是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但是呢 还有没有一些 其他的Lander 有在做 其他的贷款机构 有在做呢 事实上有 事实上是有的 那么 因为我们要知道 美国的这个金融体系 它不是只是单纯的 只有银行这样一个机构 借你钱的 例如说 Insurance Company 这个保险公司 或Pension Fund 或者是这个 我们在讲的是 Local的一些 这个Credit Union 都是可以借钱给你的单位 甚至是个人 个人我们叫Private Lander 或者Private Investor 就私人的放款机构 或私人的放款个人 那么都其实可以借你钱 那么这些放款机构 存在有部分的 现在还是可以做Vnote 做Vnote 那么这个AVnote呢 其实我们再讲更细一点 它通常会怎么做 通常是这样子 以目前的银行来讲 假设 你的收入 你的信用 都符合银行的放款政策 那么 银行 最高 目前可以借你的 基本上是在80% 80% 那么 当然有极少数的Project 例如说 我们在讲说 如果你今天去申请 我们讲的FHA loan FHA loan 那么这是一种政府的 补助的 贷款方式 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可以放3.5% 投款 那么像我昨天呢 跟某家大银行的高管去聊 他们现在银行里面也推出一个 叫3% down 3% down 你就可以买房子 等于说买100万的房子 你的头款 你的A note 是只有3% 对吧 对不起 讲错 头款你只放3% 那么他借你的A note 是借你97% 100万 他借你97万 但是有些人还是说 那我连3万都没有怎么办 那么这时候呢 你可以去尝试借一个B note B note 那么B note呢 我刚才讲说 事实上还是有很多的单位呢 有在做这样的一个贩款 尤其呢 我们知道2020年的3月份之后 到了5月开始 每一个ZIP Code里面的中小单价房子 急速在上涨 在狂抢 对吧 那么很多人呢 不管为了什么样的理由 例如说他抗通膨也好 为了贪图 目前的利率低也好 那么他们都会急着想要在这时候买房子 但是呢 有很多人还没有存到他应有的头款 那么正常状况 我重复一遍 正常状况 你可以跟银行申请一个A note 80% 就低中位贷款80% 那么B note呢 你跟其他的lending institution去借 那么是20% 那或者说 你跟银行或者FHA loan申请 A note呢 是百分之这个 3% 你放3%的头款 那么你借97% 这样的AB note AB note的状况 好 那么再下来 如果你了解AB note之后呢 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今天如果要做AB note 那么 当然会产生什么 你的monthly payment 是比较大的 monthly payment 比较贵 比较大 那这时候呢 你就会产生的风险 所以呢 你要宁愿买房行不行 尤其在房价高度上涨的时候 它呢 是一个可行的方向 如果你想要这个比较大幅度的杠杆 你的这个财务能力 它是可行的 但重点是 你一定要记得 当你用AB note的状况之下 你的monthly payment 每个月的月角额相对的就会高 那么你的过度杠杆之下 还款能力 是不是在你的可控的范围之内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第一顺位贷款 A note 以目前的市场来讲 30年固定率 大概在2.875到3 15年固定率 大概在2.5到2.75 对吧 那么B note呢 因为借你第二顺位贷款的这个机构 它的风险相对大 所以呢 B note呢 目前普遍它的利率 会在6到9之间 6到9 但大家也不用害怕 因为通常你的B note 只是占一个小部分 例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如果银行借你这个97% A note 你的B note 事实上只有3% 只有3万块 所以即便你看起来那个利息 好像很高 事实上它的monthly payment 加起来呢 总额并不是那么高 但是不管如何 不管如何 这个部分呢 你一定要去注意 你一定要去注意 你自己的monthly payment 是不是能够 在你的经济的负担范围之下 我把一个东西关掉 OK 那么 这个过渡杠杆 状况之下呢 你要非常注意的东西 这个专有名词 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这个 文件里面 它叫什么 过渡杠杆 还款能力 要在可控范围 资产付债比 你要知道你的资产付债比 等于什么 等于英文 我们叫Debt to Income Ratio 叫DTI 是等于什么 等于 负债 除以资产 等于负债去除以资产的比例 OK 那么这个资产付债比呢 我们去算 我们去算 就是说 我们简单一点讲 就是每个月 你的总收入 跟你的每个月 在这个房子上 所必须去支付的 房贷的一个安全比例 那么我先讲一个通责 通责来讲 如果你再申请的是 一般的住宅房屋 那么 不在一个 我们叫Jumbo Loan 巨额贷款之下呢 通常这种所谓的负债比例呢 要在28比36 我们叫2836 什么叫28 什么叫36 包括今天如果你要去贷款 不管你今天要不要走AVNOR 你要去贷款 那么你一定要非常了解 自己的资产负债比 或者你是一个房地产经纪人 或者你是一个贷款经纪人 你都要非常的去了解 所谓的2836的这个比例 那么 第一个28指的是什么 我们叫做Housing Ratio Housing Ratio Housing Ratio指的是 跟房子有关的负债 去除以你个人的总收入 你的总收入 那么什么叫跟房子有关的负债 那么当我们去申请一个房屋贷款的时候 那么每个月 我们就会产生所谓的PITI 这个第一个P我们叫Principal 是本金 第二个I 叫是Interest 利息 第三个叫P 叫Pax 就是你的Profit Tax 第四个I 叫Insurance 所以呢 你当你去申请一个贷款的时候 并不是单纯的每个月只要付贷款银行的这个本金加利息 那么还有摊提的这个房地产税 还有摊提的房屋保险都要算进去 这个是叫做跟房子有关的负债 除以你的总收入 这叫House Ratio 又叫做Front Ratio Front Ratio 所以这个比例呢 必须是28% 等于说你房子的负债 只能占你总收入的28% 超过了 代表你的这个买房子的时候 贷款的时候的压力的安全细数值的过高 就比较危险 你的个人负担就会 可能会超过你的能力 你的杠杆可能用的过度大 那么第二个 我们叫做Total Debt To Income Ratio 就是所有的负债 去除以你的总收入 这个Total Debt To Income Ratio 我们又叫Back Ratio 就是所有的负债 除以总收入 为什么 因为每个月你的Expense 除了房子 还有什么呢 那么还有例如说 你有这个买车 车子你有贷款 对不对 那么例如说你有这个 学生贷款也还在 或者其他的 必须每个月的产生的所谓的支出 都算是你的Monthly Debt的负债 那么你就要把除了房子上的贷款 所产生的一个负债之外 其他 你跟你个人有关的所有的负债 全部要加进来 去除以总收入 那么这个比例是36 等于说你所有的负债 占你的总收入 不能超过36 所以这叫2836 就是From Ratio Back Ratio 是2836 那么当然你要用AV Note 通常的状况是 是为什么 以目前来讲 因为 抢房子抢得很厉害 小房子抢得非常厉害 那么 有些朋友 为了避免 在未来的半年之内 房价继续 还持续扩展 那不管怎么样 存的钱不够 存的钱不够 那么他还是想要把房子买了 那么这时候 用AV Note 来买房 也算是方法之一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 你一定要去衡量自己的 每个月的Monthly Affordable 每个月的月角的能力到底在哪里 那么 其实通常我们用AV Note 在什么时候呢 通常是会用在 经济极端 而且呢 整个房价我们预测 是不断高升的时候 这时候如果你用AV Note 这样的杠杆 去做房屋的买卖跟操作 那么你的投资报酬率 往往会高到你觉得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那么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例如说 在这个房价准备急速上涨的时候 那么买一个房子100万 那么你认为呢 这房子100万呢 经过装修之后呢 你可以卖到120万 对吧 那么假设 今天买100万 卖120万 你赚了20万 假设这100万呢 你自己都是没有杠杆 完全用现金买 对吧 那么当你赚20万的时候呢 那么20万除以100万 那么你的投资报酬 是20% 对吧 那么我们讲简单一点 讲一个很夸张的例子 例如说 今天买100万的房子 那么你的投款只放了10万 那其他90万你都贷款 都贷款 那么当你这个房子 从买100万卖120万 你赚20万的时候 你忘了你的投款只放10万 加上后面90万你去贷款 可是你产生利息 例如说你产生利息呢 是15万 对吧 所以你的总投资的金额等于10万 加上5万等于4万 可是赚的钱等于20万 这个时候呢 你算出来你的投资报酬率 就将近有百分之八十几 那基本上呢 就是原本 原本 你这个完全用现金下去买的杠杆 之下呢 大概有好几倍之多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今天这堂节目呢 就破除各位 会觉得说 买房子零投款 不可能 不是不可能 而是你要懂的方法 至于去哪里找到这些 所谓的Lander 可以借你Vnote 那么你的收入 他只看你这个买的房子 或买的商场 有没有价值 所以这个AVnote 我另外去补充一点 不是仅适用于 住宅不动产 它适用于任何形式的不动产 包括Warehouse 包括Retail Store 包括这个Hotel 所有的商务不动产 包括Vnote的部分呢 有时候在这个所谓的建筑贷款的部分 那么也可以用一个Vnote 但是他又有一个专有名词 今天节目先不讲在工程贷款的部分 那今天的节目呢 会比较短一点 我希望开放 因为很多朋友说 他们希望在节目中呢 能够多问一些问题 所以今天节目呢 我们反倒呢 让导播可以接听一些电话 我们可以来这个回答 大家观众朋友的一些问题 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 稍微announce一下 刚才讲的说 今这个礼拜的一个重爆的新闻 但我不晓得 在一般的news出来的没有 因为我是昨天跟银行的高管开会 才知道这个消息 原本 我一直在期待一件事 什么事呢 我说真正的房地产到底要往上走 还是往下走 要等到三月份 政府 对于所谓的forference policy的明确表态 明确表态 那么什么明确表态呢 就是 这些 目前 已经没有缴房贷的 因为在政府的所谓的贷款宽松延期政策之下 很多人过去一年已经没有缴房贷 但是 不用面临被拍卖 不用被面临驱逐 那么我那时候一直在讲 如果 疫情好转 我一直在讲 如果 如果 会怎么样 如果什么产生就会怎么样 因为呢 政府跟疫情这个事情 不是在我们经济学里面可以去预测的 疫情什么时候结束 我相信没有一个专家 现在可以给我一个答复 所以我在过去几个月一直在讲说 政府如果做什么 那么 后面整个景气会怎么办 其中一个重大指标是 在2021年的3月底 如果 政府把forference 贷款宽松延期的政策拿走 那么 没有其他的补救措施 的话 那么房地产一定会往下走 而且恐怕走下去的 产生的风暴 会稍微有些大 但我认为 政府应该不会断然去stop forference policy 那么 果然 我所料 只不过呢 情况比我想的还要严重 为什么 政府直接把这个贷款宽松期 从今年2020年3月 一生命令 直接延到9月了 那会产生什么现象 在未来的半年 我相信 在小房子 低单价房子 还有一波 涨幅 但是我觉得这波涨幅 已经不会很大 但是还会再抢 还会再涨 大房子 不好 小房子 会抢 这是一个好现象吗 这个 绝对 不会是一个好现象 为什么 表示政府 为什么要延长 forference policy 因为 经济 还是很差 疫情 还是很严重 对不对 那么 现在是2021年的1月26 新的政策出来了 延到9月 各位 那我现在再跟各位 再讲一个if then 吧 如果 9月份 政府 再继续延长forference policy 那么 我都不晓得 这个风暴 所产生的 实际的经济层面的杀伤力 到底大到什么样的层面 已经无法预期了 OK 包括 原本 我们说 给每个人的补助600 现在拜登上来说 来直接补到2000 为什么 是吗 这个已经乱了 我觉得基本上是乱了 OK 那么 表示 很多的民众 真的 连基本的生活费都没有了 所以政府赶快 必须掏钱出来救 但是这个掏钱救 我们再去看政府的所谓的 这个 副债表 那么美国现在干嘛呢 美国现在 基本上 在举债度日 而且举什么债呢 举未来的债 所以在未来几年 我认为 会发生几件事 第一 货币贬值 第二 这个 我们极有可能 会去产生 一个比较大型的战争 那么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 过去我在念经济学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理论 破坏就是最完美的建设 那么我们再讲一个更简单的道理 当全世界因为这波景气的不好 而各种资源短缺的时候 就好像人 我们现在有一群人 大家都肚子很饿 我们有20个人 可是只有10碗饭 这说干嘛 如果以个人来讲 就是大家来打架吧 谁打赢的 战胜的10个人 就吃掉那10碗饭 打输的那10个人 就饿着肚子 其实 这个道理 用在国家 亦然 也是如此 当国家跟国家之间 都产生的 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饥饿 产生的所谓的 经济萧条 我们纵观 历史上的 几次 世界大战 的 导火线 都是因为 发动 战争的国家 本身 国内经济景气 极其的差 所以 就必须靠着 对外 扩张跟侵略 来解决 经济问题 而 在目前的21世纪 所谓的战争 并不单只是 武力上的战争 还包括 所谓经济上的战争 所以我认为 如果经济 在这个波段 2020年已经烧了一年 2021年 如果疫情 没有结束 再烧一年 那么我认为 未来的三年到五年之内 在 不管是 武力的战争 或在经济上的战争 是势必会发生的 好 那么现在有观众朋友呢 打算来问问题 没有 那我继续讲 那么第三个 我说 一定会发生的是什么事 各位 在未来的几年之内 我们的税收 一定会再增加 现在各位去外面餐馆吃饭 你会发现 已经有很多 比较高的 不是比较高的 税 因为每周不一样 像我自己的比较印象深 是上礼拜 我去online order的一个 北京烤鸭 餐馆上标价是85块 结果呢 我送到我家之后 连这个 第一个 online的这个 点餐 他们收费 第二个 deliver fee 第三个政府的税 加到 送到我家的时候 这个北京烤鸭是 130几块 我在online 如果现场吃的时候 这个烤鸭是85块 点到我家的时候 变130块 当然 这个一方面也造成 现在我刚才讲说 点餐 这个外卖软件 他们也大发利息 但另外一方面 为什么那么贵 因为我们现在的税 非常的高 然后呢 小费也非常贵 现在基本上呢 如果你去餐馆 你会发现 为什么小费要贵 因为税收太高 所以他把小费加进去 现在基本上呢 小费起跳 都给你15% 20% 那么未来呢 这个现象呢 我在讲几个现象 我在讲未来 我从不想讲马后票 过去分析的周整 我说第一个 货币贬值 会产生 第二个呢 所谓的武力战争 跟所谓的经济战争 一定会发生 第三个呢 所谓的税收的 这个加税 也一定会产生 这三个现象 在未来3到5年之内 一定会发生 但是前提 疫情继续燃烧 政府继续拿钱贴 这个很麻烦 包括政府你看 现在每个这个中小企业 不管什么理由 只要里面员工 达到某个基本的数量 一家中小企业 最近又开始补贴了 一户拿多少 拿2万美金 所以我还没看到 最新的政府的这个赤字 到底增加了多少的这个 新的国债 去年呢 到第三季 已经达到7万亿 今年呢 我还没看最新报表 恐怕负债又在增加 那么不断欠钱 不断欠钱 不断欠钱 最后怎么样 最后呢 需要想办法来赖账 赖账呢 不是通过我们一般的人的方法 要用比较 这个政府 当然有很多方法去 这个所谓的赖账 我们今天节目就不讲这个部分 那么我们先来 回答各位的问题 可以 我有看到人家写在上面的问题 OK 那个有一个叫 Maxime John 问的是哪里有在做Bnode 那个会后我去回答你 因为还要看你是在哪个州 因为不同的州呢 在做Bnode的Lander 是不一样的 所以 你可以在会后寫 给我来问我 就是 或者打我们800专线 那我们给你回答 那首先你要跟我们讲 是在做哪一个州 而且呢 这个Bnode也会 dependent你是买什么样的party 或者你也可以cash out 用Bnode 也可以cash out 那么你的party 是什么样的party 那么例如说 如果是买的话 你买多少 那么Anode是多少 那Bnode可以提供多少 这个问题 真的要回答你 哪个Bnode的Lander 可以借你 我们必须知道一些 更多的一些讯息 还有一个XinfenwuXu 是零元首购房 还是没有听过 事实上有的 在08年之前的 连大银行都可以做这样的 零元卖方 所以那时候我们叫零头款的 这个Policy 只不过现在的大银行不做了 那么一些其他的这个Landing institution 还有在做 而且刚好你问到我这个问题 零元首购房 还是没有听过 我在未来的几周之内 还会讲一个节目 不仅现在可以这个做零元首购 而且最近银行的新的政策出来了 对于First Time Home Buyer 除了某些政府给5000块 不用还 这直接给你的钱之外 另外银行本身 最近对First Time Home Buyer 有新的政策 他们还会拿钱出来给你 也是1万块以下 但是不小补 对不对 那么在这几个礼拜之内 我会准备这档节目 这也是我昨天跟银行开会的时候 听到他们最近要实施的Policy 就是鼓励大家去买房 但是如果是A note的部分 他虽然鼓励 而且他还会给你钱 先决条件通常 你的信用分数要在680以上 而且最好在740以上 680就夸了板 但最好在740分 第二个 你过去连续两年的报税记录 要符合银行的条件 而且这样的Program 通常是适用于上班族 上班族领薪水的 如果你是自雇业者 如果你是公司行号老板 通常这样的东西不适用于你 所以呢 当然有些朋友会问说 我本身是自己的公司 那么我本身也发薪水 给我自己行不行 可以的 但是呢 它里面会有更多的requirements 更多的requirements 也不在这档节目讲 我们另外有一档节目 甚至我就请大银行里面的高管 例如说我请Citibank B.O.A. West Fargo Chase等的大银行的高管 来讲一下你们 他们在2021年最新的 帮助各位买房的这个policy 在未来节目会去讲 那么有一个Nindu在问 如果货币贬值 世界经济大战 买房就无法保持的保 OK 这样讲 嗯 事实上这个是我非常担心的一件事 原本我预计 3月份政府厕守 或者他只是保护一部分 例如说 让这些没有办法 缴付房贷的屋主 那最少你缴个25%总可以吧 想不到政府一声令下说 还是一样都不用缴 我一样不拍卖你 那这个代表美国经济现在真的是 非常非常惨 对吧 那好 未来我们假设货币贬值 我们可以看得到 对吧 战争 那么 我们买房能不能保值吗 以我目前在看 为什么我一直忍到现在 我本来想说 终于忍到3月了 我可以开始进场 开始去减货了 想不到 以后要再等半年 其实我心里 我自己身为一个专业的投资客 我比各位更挺 因为你现在叫我买 说真的 我实在买不太下去 因为我认为 如果政府真的把所有的保护政策全部攀掉 这场风暴 应该会蛮大的 应该会蛮大的 所以现在我不敢买 但是你不敢买的状况之下 你又看到很多的 很多的民众 因为政府的这个大力做多 尤其贷款利率这么低 这么低的状况下 还造成屋主吸收 市面上没有货 所以就一片轰强 所以目前呢 在每个Zipco的中低房价真的 我认为 它是非理性的 爆发性成长 包括股票 各位都知道 对吧 这么多上市公司 有好多上市公司 疫情爆发之后 它的业绩好吗 不好 比2020年之前差 那为什么反倒它的股价涨了几倍 为什么 它是一个合理的经济底值吗 它不是的 那么现在我们都还在一个做多的心上 政府做多 而且目前很明显 这个做多一直会做到9月 所以这时候你买 如果你的目的是说保值 OK 我不是说你不可以买 如果你为了自住 反正我买的是小房子 将来就算9月份之后 我跌个10% 15% OK没问题 反正我买的是50万80万 我本来就要住 所以跌个10%差8万 为了我的小朋友 为了我的上班方便 那么我买来自住 我认为可行的 但是 如果你是要买房子 来做投资收租金 尤其是买比较高单价的房子 我一直在讲 我是反对的 我是反对的 因为 第一个 未来政府撤手 首先大房子房价一定要应声而倒 第二个 你以现在的房价 去除以现在可以收到租金 那么在住宅的部分 大概基本上回报率只有2点多到3点多 根本划不来 大家买行不行 如果你有特别的管道 现在就去买到所谓的不良资产 就是他欠政府钱 而他现在没有办法支付 但是 他又可以低于市价很多卖给你 那当然你可以买 例如说我现在手上有个案子 那么 他目前市价 而且有人愿意出offer 是480万 可是 他在债权银行的部分 Bnode跟Anode加起来 他这个就有A,Bnode 全部加起来 只欠了338万 所以市价480 它的本钱只有338 你说这种东西出来 你要不要买 那当然得买 而且几破头都得买 除了这样的特别的例子之外 其他的正常买卖 我再讲一遍 大房子我反对 买来收租金我反对 但是如果你要买的是小房子 而且自住 我觉得你可以衡量你自己的紧迫需求 那么 不在乎未来涨涨跌跌 我觉得你还是可以买 那么当然这一波 在未来到9月份之前 还是有可以投资 我上次一直在讲 在商务不动产 像Walehouse 像Industry Lane 或者Hotel 买下来做改建 这个方向你可以去看 在住宅的部分的谨记 大房子不要去买 而且不要买来投资 小房子看自己的需求 那么 所以这个结论是 现在买房子真的可以保值吗 我认为这一点 是有很大的疑虑 很大的疑虑 而且我觉得你现在基本上 先把子弹握在手上 你还是得再忍 像我好不容易 总之觉得说三月快到了 我也是一直忍 我从去年一直忍到现在 一直不敢大力的去收购 现在也没办法 你知道再忍半年 因为疫情没结束 疫情没结束 政府的 这个所谓的撤销保护措施 就绝对不会结束 我们继续看一下 政府的下一波政策 要看到9月 那么有朋友问 介绍一下在纽约可以买到自己的房子 这个问题我听不太懂 我听不太懂你的问题 你可以再写 仔细一点 您注意说 已经有买过房的 还能享受政府 一万五的优惠吗 谢谢您 他基本上他这个 这个 policy是针对 first time home buyer first time home buyer 所以呢 如果已经买房的 除非你现在手上 已经房子已经卖掉了 已经没有房子 你现在是名下没有不动产 那么这些优惠政策 你还可以去申请 可是如果名下已经有房地产的 政府的优惠政策 包括银行 我刚才跟你讲的 给你送你五千到一万 不用还的 这个 policy就不适用在你身上 不适用在你身上 那么 我们来看看 那么当然我在讲说 AB note的部分呢 这一波你去用 只是因为政府做多 你急着抢房 对吧 那么通常我们是 不会在经济不景气下 使用AB note 因为这个过度杠杆的话 如果经济一崩盘的话 AB note的话 基本上你承担的房子被拍卖 或物业被拍卖的 风险相对就大 通常我们是用在房价 或者不管是住宅 或商业不动产 急速上涨的时候 为了让自己的收益更大 所以我们就会用 AB note的模式来 Leverage 来杠杆我们的财务的 购买能力 通常会在这个状况之下 那么有朋友在问 如果想买中低房价的房子 可以入手吗 两个条件 第一个 所谓中低房价 是根据每个ZIP Code 去做定义 例如说我们讲全美国 全美国的中间房价可能在三四十万 对吧 那么在湾区 北加州湾区 所谓的中低单价房子 可能指一百万 都叫中低单价 所以首先第一个定义 是所谓的中低单价 必须指的是每一个ZIP Code 那么第二点 这时候中低单价 每个ZIP Code 中低单价房子 可以买吗 我讲你要看自己的方向 如果你是买来要做出租 要收租金 那么我个人 我是反对的 因为你买下来 你的回报率只有二点多 三点多 那么如果你在每个ZIP Code 中低单价房子 买来是为了自用 因为为了你的小朋友上学 为了你上班方便 那么这时候呢 我也认为趁着政府给了这么多 这么低的利息 那么你可以买 当然如果你可以等 我会建议你等 为什么 因为未来的一到两年 这个所谓低利 低利息 政府都会持续下去 所以如果你不是那么急的话 我会建议你 稍微再缓缓 我知道很多朋友 听了我的节目都在忍 忍的都不去买 但是原本预计三月 四月开始可以进堂买 政府现在把保护措施移到九月 所以我个人来讲 我会等到九月之后 但不会九月才看到 基本上政府应该在七八月份 就会公布在九月份的时候的政策 那时候我们看看下一个政策 政府怎么去做 所谓的COZ 定义下 first time buyer是指第一次贷款的人吗 不是第一次贷款 是第一次买房 像如果你买过房 可是呢 你是现金买 那个不叫first time first time home buyer 就是你第一次买房 你以前没有买过房子 现在第一次买 这个叫first time home buyer 那么你可以去申请 而且他在这样讲 他的州的补助 跟地方补助又不一样 所以每一个都市 他常常有他们自己的 first time home buyer的 policy 就是地方政府出钱 让你去买房 那么每个都市都不一样 那通常呢 你是去这个都市 每个city 他的city hall的官网 那你去打相关的关键制度 你打说first time home buyer 那么他们就会有一些调款出来 那么第二个 银行在辅助的部分 就比较全国性 那这个银行辅助的部分 我在未来的几座之内 我会请银行高管来讲 他们最新的辅助 first time home buyer的 policy 到底怎么去申请 有多少金额 那么我直接请大银行的 这个高管 来为各位观众去做解答 那么今天呢 这个10点40分了 如果最后各位 还没有其他的问题 要问的话 那么我们到此 那么你可以再 我打一下 你可以在这个 加我们的这个微信 或者打我们的服务专线 那么我们在会后呢 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有些人不想在节目里面讲 所以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想法 例如说你是要买房子 要用AB note 或者你现在要cash out 你本来有个A note 有个第一宗位贷款 你要借个B note 第二宗位贷款 那么每个人案子的剧情是不一样的 那么也都有很多个人的隐私 那么我们会在会后 今天这个节目之后 打我们的服务专线 或加我们的微信 那么我们会在里面跟你回答 好跟各位来回答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的到一个段落 到此到个段落 那么当然各位可以去 在YouTube上 去找我的这个德文学院 德文学院 那么里面我们都会有 更detail的一些的讲解跟说明 今天节目就到此到一段落 谢谢各位朋友的收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